很多人都喜歡玩遊戲機 甚至想過開遊戲店 其實開遊戲店要多少錢 又好不好賺呢 今次找老闆 就找到這位仁兄跟我們分享 30歲仔已經有12年開遊戲店的經驗 最主要是貨位成本 遊戲本身回來都很貴 好像這個這麼小的箱 就已經要萬多元了 遊戲店入貨通常都是買短單 利潤又低於其他產品 所以很多大型連鎖店 都只是賣機不賣遊戲 我的公司是2006年成立 2006年的時候 只相信我都有40多50間遊戲店 到今時今日 全香港加起來都是50多間 其實現在開遊戲店 真的一點都不容易做 很多行家會說是本大利小風險高 通常我們新遊戲都是提早兩個月訂的 訂少了肯定不夠買 如果訂多了 如果我分分鐘賣不完 就肯定跳樓蝕著它 那你的眼光很棒 那落中一些遊戲缺貨 有得炒 那一定大家開心 其實這個情況 其實這個情況就佔少數 是有些遊戲未出之前 很多行家都會覺得它是大作 覺得它很厲害 那麼 下落多一點 這次是PS4的新高達破壞者 這個SRP是509元 推出之前 很多人都會覺得 會買得很好的 那畢竟是高達 在香港點了一大堆粉絲 誰知到出遊戲之後第二天 在網上很多很多不同的差評 很多店都坐了很多貨 立刻每個人都要錢不要貨 跳樓價錢 可能有些客人 他等不及的 即是出遊戲第一天賣 賣了四百多元 怎知他走過來 最後跟他說 哇 你這家賣248元 原來你之前賺了這麼多錢 那其實你那一下 你是在賺錢而已 明明整套戲 但是沒辦法 你都要忍 盡力去跟客人解釋 開遊戲 本大利小 風險高 除了遇到蟹貨 要跳樓價清貨 遊戲一個月的營運成本 計算都要幾十萬 人工電費 管理費 雜費 你預算每個月大約5至7萬 新鋪入貨 大約要預算 四五十萬 再計算租金 按金 裝售 和流動資金 開一家遊戲 大約要預算一百萬 不容易 Alep也有些心得 給準店主 如果你新入行的話 我就不建議 在傳統遊戲場開店 即是黃金 信我 好景一百百 傳風那些 因為本身那一場 已經有很多很多 做了很多年的店 始終新鋪 很難跟別人競爭 勤力也很重要 大部分遊戲的代理 都有提供送貨服務 但如果老闆夠勤力 自己去拿貨 就可能快一點 甚至快一天有貨賣 幫助都挺大 其實我覺得開遊戲好 最最最最最最最重要 真的是控制全貨 控制得好 那間店 少死貨 自然 生意會玩得好 有些人覺得自己喜歡玩這遊戲 一定大賣 自己不喜歡 就沒有人買 但這個想法完全是錯的 我覺得不同的遊戲 都會有它的市場 始終這一行變得很快 每個月都有30至60種新貨 你不止餐廳 好像那個菜單 設定好了 一次可以用幾個月 機場 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